作为射属的可心 水雕又是怎么制服它们的呢 通常情况下 射属们喜欢将握射在芦苇根部的下面 鼠洞隐秘性非常的高 加上其洞内结构四通八通 一般的猎食者根本没办法 准确地找到射属的藏身之处 但水雕凭借着流浓的嗅觉 很快就找到了洞穴的入口 只见它立马钻了进去 它逃 它追 它插翅南飞 水雕通过射属身上 散发的独特气氛 死死锁住射属的位置 眼看无处可逃 射属偏偏 直接从水里蹦了住 冲上去就要和水雕干脚 双方展开激烈的活动 面对体型相当的射属 水雕也不干事物 毕竟 这一战 决定着自己的地位和名誉 不得不说 水雕的捕猎能力是真的强 几个回合下 射属就被锁了喉咙 水雕这下可以每餐一顿